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最近随着国片有一部以面包为话题的国片相当夯 也因此传统的菠萝面包开始大受欢迎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咬下一口菠萝面包 那个在齿夹生香的嚼劲跟面香 总是让人吃了还想再吃 所以今天的一个话题当中 我们要带您骗询到底台湾有哪些好吃的面包店 首先带您到这家位于台北市民生社区 这家老店已经开了23年了 靠着创意 他们曾经在2011年拿下亚洲城市杯大赛当中双料冠军 咬一口会让人感觉很幸福的 可不是哈利波特的神奇魔法 而是这松软又香气浓郁的暖暖面包香 有神奇魔法的幸福面包就是这台式面包界天王 青葱和菠萝面包 这有馅的翡翠薰鸡 面皮是青葱搭红糖 内馅却得到香浓的cheese薰鸡 另外加了咖啡味和酸甜番茄的菠萝面包 变得更有内涵咯 这些进阶版的青葱和菠萝面包 不只让女孩吃了会微笑 还在2011年亚洲城市杯面包大赛中拿下双料冠军 她就是冠军面包的制作人主厨周典如 16岁入行已经有21年资历 最擅长台式面包 为了让面包的口感松软又有咬劲 除了高低劲面粉按比例调和 还加了天然酵母老面 让面团的那个香气啊 就是比较快呈现出来 一样的时间内它可以达到就是 一般的那种化学酵母没办法达到的效果 对 可能在香味啦 还有保湿度还有风味啊 它会比较强烈一点 为了达到不腻口 主厨不用一般砂糖改用红糖取代 因为一般的砂糖的话它甜度比较高 对 然后红糖的部分它甜度比较没有那么高 可是它有另外一种香味 对 然后因为就是搭配它今天这个主题是青葱 对 所以用红糖下去做一个秤托 您没看错这里的青葱面包 可是有着扎扎实实的葱味 因为是把青葱 五香粉等调味料 和面团充分融合 打出又Q又软的筋性 怎么才算大功告成全凭经验判断 它的那个膜啊 薄膜 因为面筋打软的话它会有一层那个膜出来 看到这层薄可透光的薄膜就知道面团已经准备好咯 主厨发挥创意让很有台味的九层塔也变成内馅的重要配角 搭配微辣的胡椒乳酪和熏鸡 美乃滋 再用QQ软软的面皮把馅料给团团包围 双手利落捏成三角形 静置发酵一个小时 面团胀大一倍 变成胖嘟嘟的模样 就可以送进烤箱咯 它就是冠军面包 沸脆熏鸡 香Q有咬进的外皮是香葱加红糖 滋味为咸为甜 一口咬下起司熏鸡搭配九层塔的香气 立刻窜出 让人越吃越杀气 外面看起来很酥 可是咬起来很软 然后咬进去却又到了另外一层那种很香的感觉 因为它有加那个九层塔 冠军面包还有这一款番茄乳酪 可是菠萝面包的豪华版呢 加入老面一起揉打的面团 一样得打到能拉出这层薄膜才行 内馅除了奶香味较重的美国NBA乳酪 杏仁片 牛奶焦糖 还有这一款充满台湾味的水果蜜件 可是秘密武器哦 是用牛番茄下去腌制的 比较跳脱那种番茄的味道 它比较偏向那种甜的 可是也有淡淡的那种番茄味 可能在口感方面也比那个牛 剩女小番茄还好一点 包进乳酪番茄的面皮 也要变换新造型 卷成长条 看起来更苗条有形 传统的黄色菠萝大衣也得退去 换上的是香气更浓的咖啡外衣 一剥开香喷喷的咖啡菠萝 闻到的是酸酸甜甜的番茄卤肉内馅 酥脆又松软的菠萝外皮 搭配酸甜果干 让人一吃就停不了 外皮很酥脆 然后里面很香 还有咖啡的香味 它比一般菠萝还要再更酥脆 对那口感上面会比一般菠萝 还要容易来得下口这样 跟普通的那个菠萝皮完全不一样 它是带有咖啡的味道 对那时候我觉得它整个 就是层次感吃起来很丰富 对啊而且它那个菠萝面包 吃起来不会干干的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 来到这必尝的还有 在2011年四大天王台式面包大赛中 从320款面包脱颖而出的茶香菠萝 带有淡淡茶香 水果奶酥结合果香的甜蜜滋味 还有融合了红豆葡萄干 和QQ麻糬的小红豆葡萄 都是突破传统的新口味哦 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吃红豆的 因为我想到一个面包里面 有红豆又麻糬 而且它其实吃起来不像是 我们一般的甜面包 有一种就是欧式面包的感觉 还蛮好吃的 就是这股源源不绝的创意 让这家开在台北民生社区 已经有23年的老字号面包店 每到面包出炉时间 总是人潮不断 超行的人气就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 热乎乎历久不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集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